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景仪偏偏不信邪 她车车要饱 足要饱 帅也要饱 导致她说得一塌糊涂 哈哈哈哈 你也太贪心了吧 为无限教育她 必要的时候你就得舍弃一些东西才能赢 明白吗 我不 蓝景仪却固执地遵循自己的准则 她都要 于是 输了一局又一局 蓝望鸡在一旁看着 渐渐地发现了这孩子太贪心 好看的眉头也越发的紧皱 贪心 别说是对孩子 就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锦衣 贪心不足舌吞向你明白吗 蓝望鸡刚想开口教育 就被魏无限开口阻拦了 蓝战 你别管 让她按照自己的思想来 这么贪心的小孩 她今天非得把她打她下不可 于是 在接下来的对盘中 魏无限不再对蓝景仪说教 也不再说蓝景仪贪心的话 而是任凭她怎么走 弃足保车也好 又或是汽车保帅 还是足 车 帅 她都要也罢 魏无限通通都不再管她 只是任凭蓝景仪的思想去走棋子 而她 只负责把蓝景仪杀得片甲不留 好让她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虽然这样有点欺负小孩了 但这也是对她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教育了 终于 在下了两个小时的棋 蓝景仪也输了无数局棋后 终于气馁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哎 景仪 蓝忘记见这下家伙还哭了 连忙伸手 想要气哄 她知道蓝景仪现在就是蓝家的宝 要是让叔父知道他们把蓝景仪欺负 说不定会不高兴呢 刚伸出去的手却被魏无羡抓住 拽了回来 别哄她 让她哭 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自己错在哪了 见没人哄她 蓝景仪哭得更大声 更撕心裂肺了 魏无羡就趴在地毯上 双手交叠在一起放平 把下巴放到手背上 睁大眼睛看着蓝景仪哭 坐在客厅的蓝景仪 听见自己小孙孙这撕心裂肺的哭声 还以为摔了还是再那么了 赶紧起身朝着儿童房走去 与此同时朝着儿童房 赶来的还有从书房赶来的蓝西辰 蓝景仪距离较近 她先一步道 就看见蓝景仪生气地用手 把棋子横扫了一地 其中有一颗打到了魏无羡的额头上 而魏无羡则是依然一动不动地 处着下巴 趴在那里 蓝望鸡连忙用手去揉了揉 魏无羡的额头 心疼问 怎么样 没事吧 疼吗 没事 魏无羡握住蓝望鸡的手 把蓝望鸡的手从自己额头上挪开 下家伙有些韧性 棋子扔了一地 却还没有停止发现满肚子的怒火 蓝望鸡皱眉 冰冷地与其道 锦仪 你不能这样 而且 你知道你这样生气地乱扔棋子 已经打伤线叔叔了吗 小家伙继续哇哇大哭中 我没事 魏无羡握了握蓝望鸡的手 朝他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从地毯上坐了起来 盘腿安静地盯着蓝景仪 蓝望鸡自是明白魏无羡的用意 便也安静地坐到了一旁 冷眼看着小家伙无理又任性地闹腾 屋子里两大一小 大的安静 小的哭闹生气 大的也不红不安慰孩子 颇有一种你不红我 我就一直哭得架实 蓝启仁 微皱的眉头紧了紧 这时 蓝启仁刚好闻声感到 蓝启仁扭过头去 向他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他倒是想看看 这两个加起来都五六十岁的人了 到底想干嘛 蓝启仁看懂了蓝启仁的动作 随即放慢了脚步 缓缓地走近 看到的场景跟蓝启仁看见的一样 他知道这是自己儿子又干了什么 触碰魏无羡逆临的事又要挨教育了 他倒是不担心 也不心疼 魏无羡的教育 最多也就锦衣咬了他一口 他也咬回去一口 然后 然后再跟锦衣分析厉害 告诉他己所不欲 物事于人的道理 不过叔父不知道啊 叔父似乎在接受魏无羡这件事情上 还有些犹豫 让他多了解一下魏无羡也是好的 于是 他便默不作声地站到了一旁 良久 蓝锦衣终于停止了哭闹 手里还拿着一颗棋子紧紧捏着 魏无羡掀了掀眼帘 问他 不哭了 小家伙点了点头 眼眶里都还含着泪珠 随时会掉下来的样子 魏无羡没有急着心疼 也没有安慰他 只是挪了挪屁股 朝他凑近了一些 然后把自己的头伸到蓝锦衣跟前 用手指了指 嗯 看见了吗 这里 你打伤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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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